嗨 欢迎来到提谈那些事 你知道林书豪的身家有多少吗 自从姚明退役之后 林书豪就成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NBA亚洲球员 曾在NBA战场上打出过不错的成绩 可惜的是他连续遭遇伤病 一度只能坐在冷板凳上 所以选择回到了CBA 在CBA打了一个赛季之后 他的心里又燃起了NBA的希望之火 再次向NBA发起冲击 很多球迷都感到很惊讶 因为他在CBA可以稳坐核心球员之位 而去到NBA注定只能是边缘人物 而且双方给他的薪酬也差之甚远 作为CBA外援 林书豪能够轻轻松松拿到300万美金的收入 而去到NBA可能要削减一半以上 如果只看待遇 那么林书豪肯定应该留在中国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林书豪根本就不差钱 个人净资产达到了4000万美元 比著名球星艾弗森还多 艾弗森只有1000万美元的净资产 CBA合同的一大吸引力是 薪酬待遇好 顶级球星能赚的钱比NBA球星还要多 而林书豪是CBA最好的球星之一 当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去NBA也是因为他不看重 NBA肯不肯给他高工资 甚至连保障合同也愿意收下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告诉我